如果是以一般的保健需求的话 EPA跟DHA大概3比2的比例来摄取就好了 主要的是你 而有些人啊 他为了减重或者是在健身的需求 所以他有在算营养数 所以当他今天外食吃比较多油的时候 他反而可能会当天不吃鱼油 这反而是错的哦 大家好 我是月光能医学诊所的陈军林医师 鱼油是一个对我们人体 很有帮助的营养补充品 但鱼油产品琳琅满目 到底该怎么挑选才能够符合自己的需求呢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鱼油吧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维持健康鱼油有很多的帮助 但是往往会纠结在 要吃EPA多还是DHA多 你吃的鱼油有几% 吃什么样的剂型等等 但我在临床上我会更着重在 你需要吃吗 你需要吃多少 有多少的量才能够补足我们日常饮食的缺口 而这个其实是有检查可以做的 很多人都会知道我们要吃好油 主要是因为这些油脂会被我们的身体拿去做我们细胞的原料 尤其是我们的细胞膜 还有大脑与神经细胞 基本上都是油脂构成的 所以你给它好的油 好的原料 做出来的细胞就会更好 如果是饱和脂肪比较多的 它在室温下是固态的 所以如果拿来做我们的细胞 我们细胞会比较硬 它的流动性会没有这么高 那相反的 不饱和脂肪酸 它在室温下是液态的 所以如果拿来作为我们细胞的原料 我们细胞膜的流动性会比较大 一般认为这样子会有助于我们细胞的运作 在不饱和脂肪酸中 其实Omega-3跟Omega-6都是属于必需脂肪酸 也就是我们身体是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 会需要从饮食里面去摄取 Omega-3跟6各自在身体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大家可能会常常会听到 Omega-3就是抗发炎 Omega-6就是触发炎 主要是因为Omega-6在身体最后会被代谢成花生氏细酸AA 那这个在身体的发炎反应是很重要的 但发炎不全然是坏事 因为身体往往在战胜病毒细菌感染 或者是受伤修复 都需要仰赖发炎反应的辅助 而Omega-3的代谢产物 则主要就是可以帮助身体减少发炎 所以一个促发炎一个抗发炎 但是两个都是需要的 那为什么现在往往都只提到要补充Omega-3 很少会听到补充Omega-6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代人外食的比例实在太高了 而一般外食的时候使用的烹饪油 像是大豆油、花生油、葵花油等等的 这些植物性的油脂往往都富含Omega-6 所以不是你不需要 是你原本就已经吃太多了 我在门诊中会透过一个抽血检查 检查我们的红血球细胞膜 因为前面有提到 我们吃进去的油脂就会变成原料来建构我们的细胞 所以我们透过细胞膜的检测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到底是给身体什么样的原料 我们会看一个指标叫做Omega-3 Index 最理想的指标应该是在20%以上 但是根据统计台湾平均大概是3到10左右 再来我们重视的一项指标就是Omega-6和3的比值 也就是你身体的触发炎跟抗发炎是不是有一个完美的平衡 一般来说最理想的比值是1比1 但是3比1也算是还可以 也就是说身体的发炎没有到太严重 台湾的平均大概是10比1 而美国是60比1 这也难怪为什么美国人有这么多代谢跟心血管疾病的问题了 这也是刚刚为什么我们在片头会提到 我们会很重视你Omega-6跟3的比重 来决定你要补多少 因为这牵涉到你日常的饮食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根据统计传统的艾斯基摩人 他们只以鱼类作为食物 同时都是低温烹调没有使用什么植物油 他们一天可以摄取到6000克的Omega-3 纯粹从食物哦 所以显然艾斯基摩人是不需要吃鱼油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常常外食 甚至常常会吃炒炸这些使用油脂类烹调的东西 同时又没有摄取到那么多的鱼的时候 其实鱼油的补充就会对你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那这边我们其实都不会特别提到EPA跟DHA的比例 因为如果是以一般的保健需求的话 可以按原生的鱼油比例 也就是EPA跟DHA大概3比2的比例来摄取就好了 主要的是你摄取的量 如果我最近外食很多又吃的很油腻 那我可以增加鱼油的量来去平衡我的Omega-3跟6 而有些人他为了减重或者是在健身的需求 所以他有在算营养素 所以当他今天外食吃比较多油的时候 他反而可能会当天不吃鱼油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有了今天的油脂的摄取 这反而是错的哦 因为你吃了比较多不好的油 你更要用更多的好油去抵消他的发炎反应 但是如果你有特别健康或保健上的诉求 你就可以特别讲究EPA跟DHA摄取的量跟比例 一般来说对于EPA跟DHA简易的二分法 就是EPA的效果主要在于降低身体的发炎 DHA主要的效果在于大脑跟神经的建构 所以只要是跟发炎有关的疾病运用 像是骨关节发炎 自体免疫疾病 代谢症候群引起的慢性发炎 或者是忧郁症 因为忧郁症被发现可能跟大脑的发炎有关系 这些状况下我们就会使用比较高EPA成分的Omega-3 而DHA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提供优质的原料 来建构我们的大脑跟神经系统 所以只要是跟神经认知大脑有关系的东西 像是银法族的记性认知功能的保健 防止退化 或者是年轻人想要提升记忆 孕妇希望小朋友的神经发展可以很健全 我们都会选择相对比较高DHA比例的Omega-3 虽然讲到保健跟抗发炎 我们都会知道要吃鱼油Omega-3 但在功能医学上我们还会提到一个物质叫做SPM 中文是特定修复介质 它其实是鱼油也就是EPA跟DHA的衍生物 在身体里面也会自己产生 只是在有些状况这个转换会不那么的顺畅 我们都知道其实发炎是正常生理反应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发炎就像是打仗 当我们有外敌入侵的时候 这时候会红肿热痛引进物资跟军队 打完这场仗之后再让一切回归到原本的样貌 但是这个战争如果没有人来终止它 它就会一直拖下去变成所谓的慢性发炎 进而会引起很多健康上的危害 而SPM就会扮演这个终止发炎的角色 其实SPM它原本是鱼油的衍生物 也就是说当我们吃了EPA跟DHA之后 它会被身体自己转换成SPM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 身体没有办法有效的把Omega 3转换成SPM 这样子发炎反应就没有办法终止 所以有一个说法 就是Omega 3鱼油是用来预防发炎反应 而SPM就是用来终止发炎反应 所以在临床上 如果今天这个人已经有很明显的发炎症状 我们会先给SPM终止发炎反应 先去结束这场战争 之后再转换成Omega 3 来预防下一次的战争产生 今天想录这集影片 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在挑选鱼油的时候 除了着重在EPA跟DHA的比例 或者是不同剂型之外 更要着重的是 Omega 3摄取的总量是否足够 它跟你日常饮食生活中的Omega 6 是不是达到一个平衡 如果不平衡就可能会导致发炎 而如果我们身体处于发炎的状况下 就可以透过适度的补充Omega 3 或甚至SPM来减少身体的发炎反应 今天这集有关鱼油的分享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如果还有任何保健食品相关的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 也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 并分享给你身边有购买保健食品需求的亲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